冥田的新产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冥田科技的Ken 今天很高兴又来为各位介绍冥田的一个新产品 第一个个人版部分 这个名片网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很了解了 我们在最近也推出 之前也推出的所谓的名片语团队版 在之前的这个 现象说明会也有详细介绍 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们的YouTube上能去做完整的说明 这就是因为云端的一个方案的趋势 所以我们最近也推出一个叫 名片语订阅版 这个就是比较针对于说 我这个小公司小部门 我没有IT人员的时候 我怎么来使用这个名片语团队版的一些功能呢 这个就不用担心 我们推出一个名片语订阅版的产品 也就是说 我云端不会有我们蒙田公司帮你们安装机制好了 各位只要登录帐号EDUCAT来做使用 所以基本上就是非常简单 这个个人版跟订阅版的差异是什么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个人版的资料 都是在我自己的手机跟评论上面 当我的手机电脑一损毁了或不见了 很抱歉你的资料就跟着不见了 但是这个订阅版的部分 它的资料是存在我们这个资料库上面的 那这个资料库呢 大家会好奇那到底是出来哪里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个资料库 这个云端的云端是我们跟 Oracle就是 美国一个NASDAQ的一个上市公司 最大的公司叫 中文叫甲骨文 我们跟它租用这个平台 那这个资料 基本上都是放在这个云端上面 所以它的安全性、武力性 基本上也就是很有保障的 有个人能够被开开入侵等等的 那就放在这个云端的部分 当我资料一行回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说 我只要重新登录 基本上资料可以 还原备备备回来 那另外呢 它也有这个所谓 团阅版的一些功能 包含那些全线的控管的机制 还有一些全线设定的管理 都可以来做一些管控 就算你的小部门 就算有这个移动的话 基本上资料也就可以去做 交接片移转 那我再讲一下DN版的 社会方式好了 DN版的部分 它是两个账号加上一大塩盘器 第一年的费用是台币6490 那如果说我可能是第三人 或是第三人或是第四人 要用的时候 我就是加购单一账号 单一账号一年是美金60块 大约算起来平均 大概是一个月的账号 是月费台币是150块左右 那所以基本上 我就是再加上每个月的月费上去 大概是一年来做支付 所以基本上第二年的部分 只要支付所谓每个账号的费用就可以了 这样相较起来 当然会比淘连版便宜 但是会比所谓更老 会再贵一点 但是前提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云端的服务 让各位联系来保存 你这些宝贵的名片资料 那接下来第三部分 那到底 刚刚是前面是个人版跟订阅版比较 那接下来 订阅版跟订阅版怎么来做一个区分呢 基本上可以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人数在10人以上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各位可以选择团队版 原因是这样 因为第一个 你当人数一多的时候 你这样算下来订阅的费用 可能第三年基本上就会超过你的成本了 所以说今天是 如果你是大公司 你有IT 人员 基本上我会建议 各位还是选择 继续使用这个团队版部分 自行部署 见证跟管理 但是如果你在五人以内的话 人数一般多 有没有IT 人员 那我就会建议 各位选择订阅版 那刚刚也在普通说明一下 我们团队版另外有分 所谓的NAS版 还有所谓的存产力版 这部分也可以看我们 这个之前的团队版介绍 有完整的说明 那详细的产品说明 跟介绍跟连络方式 都会在我们YouTube的 下面的说明栏里面 会有完整的联络资讯 他会让各位来电视来询问 那以上的介绍在这里 如果说各位观众 想要更了解的话 更多讯息 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留言 想要多知道 了解哪一方面的资讯 也可以提出建议 我们后面也会再拍影片 来做更详细的说明 谢谢各位的观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